来来来,我喜欢玩安土 耶耶耶,我要堆一个城堡 诶,这是什么 哦,好亮哦 时空侦探,欢迎你进入寻宝游戏 当你找到四个像这样的陶土块 代表你成功找到宝藏了 哦,是宝藏 现在,我要给你第一个线索 你还记得刚刚你用什么东西产土吗 哦,是这个小铲子 其实产土的工具还有很多种 请你进入北台湾第一座考古博物馆 十三行博物馆 找找其他的工具吧 在那里,你会找到第二个陶土块 并且得到第二个线索 博物馆很大,我找不到怎么办 如果你需要帮助 只要闭眼睛转一圈 说考古精灵 就会有人来帮助你咯 时空侦探,祝你旅途愉快 哈喽,我是乐乐 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时空侦探你好 我是考古精灵 你有需要什么帮助的吗 考古精灵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边的话呢,就是文化层 也就是以前人们居住在这块土地上 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哦 哦,很久以前留下来的啊 嗯,这个像蛋糕切面这一层一层的地方啊 你可以猜猜看哪一层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呢 离我们最近 最上面那一层有饮料罐还有水管耶 没有错,你讲得很好哦 它就是离我们年代最近的地方 那我们再往下看 你就会看到这个很多贝壳的地方 就是当时13行人他们在吃完这些东西以后 就挖了一个坑把这些骨头还有贝壳丢在这个坑里面 13行人,他们是谁啊 13行人就是以前居住在 阿里这块土地上的人啊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们住在这里 透过考古啊 考古,考古是什么啊 考古呢,就像我们在楼下看到像蛋糕一样一层一层的那些土层 考古学家呢,就会观察这些土层来知道当时13行人的生活样貌 那蛋糕土层里会有什么啊 他们可能会发觉到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贝壳啊 甚至是人骨 以及旁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柱洞 那这个柱洞呢 就是当时13行人居住的高角屋所遗留下来的洞 我们学校有个小哥哥 他把掉下来的牙齿埋在土里面耶 以后考古学家也会挖到吗 有可能哦 所以呢你今天就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跟考古学家一样进行发掘的工作 哦对了,都忘了我的任务 请问哪边有很多产土的工具呢 走,等一下我们到考古体验室看看 不乐,我们来吧 呵呵,看我的厉害,我一定会找到宝物 哇,这里有好多工具哦 对啊,一开始考古学家在进行发掘的时候呢 会先用比较大型的工具 像是方销啊,圆销甚至是十字稿还有平除 但是如果发掘到文物的话 就不能再用这么大型的工具了哦 这个时候呢考古学家就会戴上手套 并且拿着小铲子跟小刷子 来轻轻慢慢的发掘文物哦 哦,那纸跟纸呢 考古学家在发掘到文物之后呢 是会需要进行记录的 他们会需要将他们发掘的时间、地点、文物的样貌 写在记录纸上面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我要穿上考古装备 来考古咯 耶 讨土块一定在这里面 我要找到你 哦,找到了 时空侦探 恭喜你找到第二个陶土块 现在我要给你第二个线索 刚刚爆相的时候 你的手上有没有拿着一个很特别的陶罐呢 哦,有,这个 有了这四个陶土块 就可以拼装成这个陶罐的样貌哦 在十三行博物馆里有展示真正的陶罐 找到它 你将会得到第三个线索与陶土块 加油 姐姐,这里暗暗的 是什么地方啊 乐乐,我们要回到十三行的时代咯 这里有很多十三行遗址挖掘出来的文物 能看到史前十三行人的生活与文化哦 哇哦,原来以前的人也会戴耳环 这可跟妈妈的手环好像哦 姐姐,我怎么都找不到刚刚那个陶罐呢 亲爱的小朋友 考古学家要记录宝物的样子 跟乐乐一起想一想 哪一个才是刚刚那个陶罐呢 答案是 这个 啊,陶罐在那里 姐姐,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哇,它好漂亮哦 你好,我是尺口缩紧丹巴折尖树腰圈族罐 啊 你也可以叫我人面陶罐 嘿嘿嘿,这个好记多了 如果你想在这里拿到陶土块跟线索 要先答对这个问题哦 猜猜看,我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呢 一,喝水的器具 二,祭祀的器具 三,花瓶的器具 嗯,我猜是 二,祭祀的器具吧 因为你的名字很奇怪 应该是做很特别的事情吧 不是奇怪 另外,是尺口缩紧丹巴折尖树腰圈族罐 诶 考古学家挖到十三行人使用的陶罐中 只有我的里面没有放其他的东西 而且只有我 有脖子,有腰,有脸哦 所以啊,我应该不是十三行人拿来日常生活用的陶罐 是最次用的器具 恭喜你答对了 哦,是陶土块耶 太棒了 时空侦探真厉害 你得到第三个陶土块了 现在我要给你最后一个线索 在十三行博物馆外 往新北考古公园的路上 有许多陶罐做的路灯 请你跟着路灯走 找到魔幻考古沙坑 在那里,你会挖到最后一个陶土块 走走走走走 就跟着陶罐往前走 最后一个陶土块 我来啦 哦,你怎么走这么快 刚刚不是还在博物馆里面吗 时空侦探,欢迎来到魔幻沙坑 诶,是人面桃怪耶 在这边呢,你就会发觉到最后一个陶土块 不过这边沙坑呢,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你需要有点耐性哦 不是这里 这里也没有 到底在哪里 美丽的事物 美丽的事物总是需要一点时间挖掘 像我这么漂亮 应该会要找很久哦 好,我是时空侦探 一定能找到的 加油 哦,有了有了,我找到了 时空侦探,恭喜你找到四个陶土块 现在请你把所有的陶土块拼在一起 拼凑成完整的人面桃怪吧 好,就跟平徒一样,难不倒我的 完成了 耶嘿 时空侦探,恭喜你寻宝成功 你是真正的时空侦探 欢迎你下次再带朋友一起来玩 挖出更多宝物哦 拜拜 拜拜 十三行博物馆这么大 今天时空侦探到底去哪些地方玩了呢 考古体验室 十三行生活区 考古互动探空 魔幻考古沙空 还有好多展区还没去呢 小朋友 下次换你带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哦 乐乐有频道咯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 嘿嘿嘿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谢谢观看